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树立了新朝的气象 如果他能够一直保护着这股箭头 那么 明朝万历新政 应该会变成明朝中心之势了 但是从1586年开始 万历皇帝似乎就像是结束多年辈之后的狂欢 开始了多年的戴政 不但成年于九色之中 还改变了之前秦奔的形象 长达几十年不上朝 但即使如此 明朝的政治机器 依旧在运转 既没有出现奸臣 也 没有因为他的戴政而发生严重的党争 更是没有外戚戴政 明帝国的运转背后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一切 影视之中的郑贵妃形象 网洛驼万历皇帝因为爱乌及乌而任性到了极点 因为宠爱郑贵妃 便执意要立他的儿子父王朱长寻为太子 甚至在挺起案中 公开为郑贵妃开脱 他之后多年的戴政行为 也是因为与朝臣关于国本之事 无法有统一的意见 而做起刷手掌柜 从群臣反对策立郑贵妃为皇贵妃 到反对立朱长寻为太子 万历皇帝感受到的 不只是群臣对他过度的干涉 更是感觉到 自己无力驾驭帝国这个庞大的运行机器 对于朝臣来说 他是皇帝 必须与国家为众 凡是不能感情优势 但是于他而言 他不喜欢王公妃 连带着不喜欢他的孩子 宠爱郑贵妃 同时自然也喜欢和郑贵妃有关的一切 这不过是表明自己是一个有血又肉的人 真情是感的流露 万就是人之常情 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要留下一兆封正贵妃为皇后 为的就是死后可以和他深爱的人在一起 所以 多年的戴政 不只是对自己作为一个血肉之躯的人的尊严的捍卫 也是对自己作为一个皇帝应有的权利 荣誉的抗争 此书中对他的这种行为 依旧只有批评之声 参考文献一章一友 从军臣矛盾看万历皇帝戴政的原因 蓝财事件 2016年第一期二长文乡 圣王七代 与万历早期政局以地建图书为中心 东北师办大学硕士学位文文 2010年三皇人语 万历十五年 中华书局 2006年8月 华兴春秋 中华书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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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